雄雄縣霹零小組昨天便衣茶器毒品交易 沒有想到和歹徒搏鬥的過程當中 竟然有一名工人好奇查看 偏偏機車的鑰匙沒有拔下來 歹徒趁機搶了機車就跑 那麼工人呢 原本以為是兩個人在打架 哪知道是警察 警察在抓毒蟲 聽到了警察大喊 我是警察 車子已經被騎走 來不及了 這名工人請有機車 回到警察抓毒蟲的現場 說當時還以為是兩名男子 警察在打架 騎我停下來 我走走走走 我來這裡看電腦 他在抓鐵棍在燒 然後就在抓牆 又拿槍又拿鐵棍 就像上演警匪騙 沒有想到他好奇靠近想要勸駕 毒蟲卻趁機把他機車騎走 原本霹雷小組成員是穿了便衣在大寮一間的超商茶器毒品交易 兩名男子焦頭接耳的時候呢 上前盤查其中一人立刻逃逸另外米原警的立刻追捕 沒想到就在這緊張時刻路人卻來攪局 我以為我們兩個是朋友在吵架 但是我有一直 他來的時候 他來的時候我就請他說 我是警察請不要停車 請他回頭這樣子 還是請他把最後他一直過來的時候 我請他把鑰匙拔下來 已經來不及了 原警是在正中午的時候 徒步追了100多公尺 當時鞋子還掉了 所以滾燙的柏油路把腳給燙傷 最後毒蟲還是因為路人獎的機車快速逃逸 還好另外一名嫌犯在草傷裡頭被捕 起出了海螺銀毒品 民視新聞正照做高雄縣報導